台湾又把他的240毫米口径榴弹炮拿出来演练了 这种240老炮在二战的时候挺威风 到今天恐怕也最多只能算个老炮了 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罗小飞 根据新闻报道 台湾马祖岛上那些个古董的M1型240毫米口径榴弹炮 最近又在演习中再次冥想 年轻的台湾士兵们操作这门古老的火炮 打了几炮 然后台湾那些新闻媒体就大张旗鼓的宣布 这是为了对抗大陆军机绕台所作出的反制策略 北京话里边说老炮不是个好词 虽然冯小刚的电影把老炮这个名声改了一改 但是过去讲老炮是什么人呢 老混到老了以后有点小知名度 街坊林里都知道这是个老炮 而台湾这门240毫米口径 老炮想当年倒是有点风采 1911年的法国设计 到了40年代二战的时候 美国人用的还不少 觉得这东西威力大 射程一碗精度也不错 所以台湾后也引进了一些 放在马祖这些岛屿上 对大陆打算进行一些个必要时的轰击 不过到今天 1911年设计的老玩意儿 再想发挥威力的话 估计也就只剩一个响动 剩一个名声了 真的有点像北京胡同里说的这种老炮 除了名声还在 别的什么都不行 而且大家知道 这么一个老东西 到台湾之后 它实际上是在马祖这些岛上 已经趴了几十年了 这一趴 还不像他们买的什么M109那样的炮一样 它不是炮车式的东西啊 自行火炮 找哪一停 开了炮就跑 它这东西不行 这些老240炮 极其笨重 射击缓慢 要想把精度打好的话呢 只有一个招 就是挖一个固定的掩体 有一个固定的炮位 所以你看每次的演习 这些240老炮 都是在同一个位置上 冰呢 是换了一袋一袋的 现在的冰眼镜也多了 胳膊也细了 但炮还是那个炮 炮弯还挺粗 射程还那么短 23公里嘛 射速还是那么慢 这门炮 在岛上趴了几十年 也基本没有挪窝 所以这个当年的威风 到现在来看 很多台湾人都知道 基本没法用 为什么没法用 你想想 它躲那个坑道的位置 谁不知道 一吨几十年 就算大陆这边 掩耳再闭塞 我也不可能不知道 你的炮位 在哪几个固定位置 你毕竟不是自行火炮 而且按照现在大陆的水平来讲 我都不说玩 特别复杂的什么弹道导弹 远程火箭炮 咱不玩那么复杂 一架直升机飞起来 带一个反弹导弹 重型弹 射程10公里 我从大陆一起飞 都不用飞多远 空中一悬停 导弹一过去 你这炮位就完了 所以我们是要担心 这东西开火 他一旦开了火 毕竟口径大 落在大陆哪个地方 那爆炸力都不小 假如那炮弹还能炸火 但是呢 让他闭嘴 也实实在在 太容易了 就离我们这么近 位置那么暴露 又那么固定 其实我觉得呀 操炮这些台湾士兵呢 也都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你甭看这帮孩子们 一本正经的操炮 表现的挺卖力 挺规范 该喊就喊 该动就动 但是呢 我也想 不知道他们这里 是不是真的担心 如果真打起来 他们敢不敢实际跑到炮位上 把这枚炮再推出来 敢把炮弹装上去 这么说 如果说 他们日常的演习 明白一点的话 应该就是完成任务 既然你入伍之后 被安排在这个位置上了 到了这个阵地上 你就负责操作这枚炮 让你到退伍之前 你就玩这枚炮就行了 让你干嘛 你就干嘛 让你演什么 你就演什么 老百姓就想演个戏 看个戏 听个响 你把这炮弹打出去 台湾老百姓听见响了 你就对得起你的长官了 军事价值 你的长官估计就没人敢多估计 你自个儿 你也不用多估计 其实我估计他们也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当兵这几天玩这几个炮 玩吧 坐一天 和尚撞一天钟 而且别说是这老炮了 别说这240的炮了 让他用什么 就得用什么 让他演什么 就得演什么 哪怕给头驴 那今天演习牵出来 他得一本正经 贴着正部 把这驴给牵下去 所以不用考虑 台湾人把这东西拿出来 放一炮 到底是要威胁大陆谁 不见得给拔那么高 就是完成任务 应付差事一下 其实咱们单说这门炮 如果这帮炮兵 这帮炮运气好的话 打仗的时候 稍微聪明一点的话 比如说这炮别推出掩体 比如说人别上炮位 这是运气比较好的时候 也许人能活下来 这炮能保存下来 说不定能运到北京 俄军博里边展示展示 毕竟也是个文物了 二战到现在能剩多少东西 那如果谁要是不明白 非要百能百能这门炮 你说逼着我们把这文户给拆了 多可惜 毕竟咱们军事博物馆里边 这么大口径的炮 都是清朝末年 都太老了 要这么一门炮补上去 可能我们的馆藏丰富起来 大家也爱看 关于台湾这些240老炮呢 咱们今天就说到这为止了 好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 我们明天再见 我们明天再见